对于王女士而言 这个世界分成了两面 一面是她和她的老好人丈夫 在生活中幸福甜蜜 羡煞旁人 表面看起来我们很好 很老实 爱做事情 任何人找她不来 她都会尽心尽力地帮 性价都很好 另一面 她却永远心丹影之 孤身一人 我感觉她老是 好像从来都不在乎 她坦言 丈夫的两副面孔 皆因一个人而起 这个人正是丈夫 跟前妻收养的女儿 在她面前 王女士既是继母 又是杨母 身份十分特殊 或许正是这种 复杂的家庭关系 让他们在过去 22年的婚姻 矛盾不断 在杨宇的问题上 也是从来 就是不听我的意见 整整整整整了一辈子 整下去的话 一点意义都没有 伴随矛盾的累积和加剧 周先生跟杨宇关系 急转直下 这个家庭搞得这样 糟糕的很难 王女士跟杨宇 更是到了决烈的地步 师傅 我非得要欺诈了 我就跟他说 那你走了 我永远不要你回来 夫妻俩和杨女之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为何调解现场的老师们 纷纷为杨女发声 某种程度来讲 我深深地感到 你们二位都是有罪的 你们的杨女 就一直一直在撕裂 敬请关注今晚的金牌调解 被杨女搅动的家庭风暴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庭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女方王女士 男方周先生 我们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各自的诉求是什么 我希望我的丈夫 有什么事情跟我先商量 然后尊重我 如果他做不到的话 没有改变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再次跟他结婚 再次 你们离过一次了 是的 2007年 一年半就复婚 第一次的时候 就是为了孩子的事情 事情的原因 是这样起的 但是 起因是因为孩子的问题 起因 那你觉得根源是孩子的问题 还是不是孩子的问题 我觉得他的思想有问题 从我罗语心 我感觉我们又做错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 正求对待父母 小孩 他不要那么任何时候说话 不要那么强势 一个人说了算 以前的问题就是那个洋语 现在就是儿子 我们教有小孩 反正一直都存在分歧 夫妻俩从相识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 而在这期间 不论婚姻的分语和 不论孩子是哪个 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 夫妻俩永远存在分歧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 这样的结果呢 周先生坎坷的婚姻经历 似乎能为我们揭晓一二 他前妻跟他生活六年 没有小孩 收养了一个小孩 然后跟他认识的时候 就是 他的前妻刚好 被直肠癌 过失了半年了吧 为了给前妻治病 周先生几乎散尽家财 所以在与王女士相遇之时 她状况是丧偶 没有积蓄 还有养女 而即使这样 王女士依然选择这个男人 作为自己的投婚对象 这又是为何呢 因为有孩子了 自己怀了小孩了嘛 我的年龄也比较大了 我已经有三十岁了 这并不是你原本规划 想走的路 不是 所以基础并不牢固 对吧 对 恋爱期间的意外怀孕 随年龄一同增长的内心焦虑 迫使王女士接受了这份 不尽人意的婚姻 而这个仓促的决定 也似乎为他们日后的分歧不断 埋下了伏笔 我就说我们肯定在一起生活 肯定没有房子 至少要先两个人共同挣钱 来买房子吧 你的小孩肯定 现在你大姐家带 你每一次拿多少钱 反正你自己拿我不管 五年后 我们都首付了一个房子 我就要求把那个女孩 和她的户口全部签到一起了吧 还有我的儿子 你是怎么考虑的 我觉得她的大姐 她吃烟喝酒打牌 觉得小孩如果跟到她 以后这样的小孩肯定不好 你考虑的是 那样一个成长环境 对孩子不利 对 我是觉得她始终 从法路上都是我的小孩 我跟她结了婚 我有房子了 我结了一起来 在重庆来读书 我两个人 我在做干鞋店 她也有一份工作 我可以同时教育 像自己的小孩一样的 我就是辛苦一点 没关系 这个时候小姑娘多大了 十二岁了 你是觉得我有条件 可以自己来带了 对 但是 她觉得这是不对呀 我的大姐一直都带 带了有感情了呀 她觉得没必要 对 不是 不是 你听我说 当时的时候 我跟她讲 我说孩子 她就跟我商量 她说孩子 还是给你 你姐姐家里带 我一个月 比如说 我就拿两百块钱 生活费 后来 她就不高兴了 她都生怕你 钱拿多了 并不是她所讲的 因为孩子在那个环境 成长不够好 对 你当时也找不到 多少钱 我当时几千块钱 是找得到的 我跟你说 后来我跟她讲了很多 我坚决要把它 弄到一起来 为什么要坚决 因为这么多年了 全部都说我不喜欢她 我要亲自跟她们说 我就叫她把她的姊妹 反正曾经还有一个 喊起来 大家聚起来了吗 聚起了 好 结果呢 那天晚上跟我 把桌子都抽发了 我说这么多年了 一直都觉得我不喜欢她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这一次亲自提出来 这一次都一定要 在这里读书了 她的姐姐 奥了一支烟 对她的你说 当初都知道 怎么样怎么样 你的妹妹自己问起来的 就是跟她认识的时候 我说你这样说话 我就不这么接受了 你这样问起来的吗 这亚哥没谈孩子的事情 没有 我说你这样的说话 我都要请你出去 她马上都给我 把桌子拳翻 那你滚 这是我弟弟的家 你的妹妹也是这样的 她那杯子 拽我的妹 不是 你的姐姐 然后是要来打我 她比如说话 她都整个紫子 你咋个她 就算个杯子 周先生和她的家人们 似乎本能地认为 王女士连孩子的养母都算不上 怎么可能会对孩子好 而这份先入为主的异端 在王女士火爆急躁的性格加持下 在这次家庭会议演变成家庭混战后 就显得越来越合理且真实 先前的分歧不仅没有消除 误会还在逐渐加深 而在这个环境里受伤最深的其实是养女 在13岁养女的视角里 不被接纳是内心最深刻的感受 所以她用早早辍学的方式躲避和报复着养父母 最终养女的离开并没有平息这个家庭的风波 还让更多的家庭成员卷入其中 就是有一个亲戚的昆明做馆子 那里去帮一个大酒店 就在里面传菜 很轻松包吃包住 她也去看过 回来跟我讲还可以 那一次她就回来的时候 带了一共男男女女 有六个人 我记得很清楚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出来 对 她还是给我叫阿姨 她跟我说 听爸爸说 你们那个小房子要租出去 那你就来租给我吧 到单位上分了一个小房子嘛 就刚好装好 我当时说你这么小 我肯定不会租给你啊 你要做的重庆打工 可以租我们自己家 我这个意思不愿意租给她 你觉得她会愿意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她生怕我把财产给了这个孩子 你是朝这个角度理解的 所以她拒绝的越明显 你的这个想法 她心想这个孩子 如果是占了那个房子的话 她房子就水塌的了 她说 她这么怕 她有点怕那个意思 她心里有了这种感觉没有 你自己说 她最后怕没有 离婚没有 这样事情没有多久 我们早上又有一件事情吵起来了 就说到离婚 那一次 她没有跟我大吵大了 然后很快 上午我们去住的房子 离婚 你都说的是 你要养那个女孩子 我自己养这个男孩 但是我们彼此都不 她也不用出钱拿给我 明白 各担 各担一个 我要大房子 她要那个小房子 新装那个小房子 我说好 我没有跟她吵了 那一次 离到我心里真的很解脱了 在对待养女的态度上 夫妻俩有存在分歧 在租房子的态度上 夫妻俩也有不同的理解 但在一件事情上 她俩却出奇的一致 当时我舍不得自己的孩子吗 我觉得还是一个家庭 不要善为好 所以你干什么 你又回去了 是啊 你怎么就接受了呢 那怎么办呢 那个女儿又到广州打工去了 是啊 她现在没有 她就不会再这样动 动一下吸一下的嘛 你的意思就是 女儿现在也不在身边了 过自己的日子了 她现在可以一心一意地 和你们生活 对 草草离婚再匆匆复合 生活婚姻一切照旧 养女的离去 让夫妻俩生活 迎来了短暂的平静 但好景不成 随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新的风暴 也开始再次酝酿 不分后 然后我们没有多久 后来她的女儿 又在广州打工 经常打电话说 爸爸我没有钱了 怎么样怎么样 她都很着急嘛 每一次打电话 比如说晚上两点 一点打电话 爸爸我今天肚子痛得要命 她马上睡不着了 搞得我也睡不着 她都很担心这样的 她说爸爸我今天没有钱了 都是半夜打 她小孩子她所谓 她身体不舒服 她也不高兴 你觉得她是真的 遇到了困难 还是还麻烦 有的时候可能 是真的遇到困难 有的时候这借口 她这么小 那么无能养我自己 我跟她说你都是从小 我说从小都是因为 你这样的 跟她操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你们就一开始 又开始了这种 互相责怪的时候 对对对 她有时要 她要的不是很多 比如说父亲 我没有钱了 我要一两百块钱 所以呢 就必须应该 因为也不是很差 18岁后她又跟她打电话 手机也掉了 什么都没有 不能生活了 在那里要做 要我死了 她跟她说 她说我爸爸 我这一次真的回到重庆 就安安心心上班 不再走了 她跟我说 我说好 那就回来吧 回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都上班了 在图书馆上班 然后没有过多久 我吃了中午饭 我就喷一下 我说要上班了吧 家人睡到床上 她都听到她都在说 吼了一句 不准走 我跑起来看 她躲到门口 那个女孩收起皮箱 站到那里 配头散发的 我说怎么回事 对你来讲 是突然发生的事情 对 我就说 你走的 你回来的时候 才这么短的时间 你说好了都不走 那个女儿说 关你屁事 我说怎么关我屁事 这个房子都是我的 怎么关我屁事 我说你说得好好的 说了这么多次了 然后我坐到那个沙发上 我就跟她说 你今天不能让她走 如果你今天再让她走 那我坚决不能让她回来了 然后在那持续了半个小时 那个女孩子在地上 就是跪下去 她都惨叫几声 她说再不让我走 我今天要砍死几个人 她马上就让她 她说我以后 随便怎么不会吵你 不要到你这里来了 五个月后嘛 还是半年后 她又跟我说 她怀了小孩 要回来养胎 当时我 我非得要欺诈了 我就跟她说 你不要跟我说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 是哪一句是真实假 这有这么小的孩子 我说我不同意 如果你再让她进来的话 我回来看到 我肯定会做得很过急的事吧 就没再说了吧 没问她的 后来呢 就是那个 她生了小孩了吧 结婚了 生孩子了 是 这个过程你们有参与吗 没有 叫她去她不去 那是你的鱼儿 然后她跟我打电话 有一次我在上班的时候 她跟我打电话 她马上都哭起来了 我说又发生了什么事啊 她说 我的老公被抓了 她说 一个月了 最后的结果呢 这个是她判了12年 那女儿一个人 带着孩子过日子了 她老家的父母在带 她还在网州打工 她没有在结婚证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女儿今年多大 九六年的 满打满算 养女如今也不过 才刚刚26岁 在这样一个 本该如花似玉的年纪 拥有的却是一个 支离破碎的家庭 和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 这样的遭遇 令人扼管 现在的她 过得怎么样呢 对养父母 又抱有怎样的情感了 调节现场 我们拨通了 养女小周的电话 喂 小周你好 小周在你的心里 你会怎么想 这些过去的事情 我只在乎现在 我不在乎以前 我想一纠结那些过去 纠结也不用 就好像我现在 包括现在我自身家庭 我都很纠结 可是纠结有用吗 没有用吗 纠结有用 半了我天天都纠结 我都不用干嘛 没有纠结这些 是真的能做到 把过去那些事 都放下了是吗 对 我不在乎这些 现在 你希望他们两个人 以后在他们的 相处过程当中 注意些什么 他们两个怎么样 我也不清楚 反正至少在我 跟我爸聊天看来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家庭 在我看来 至少目前是 感觉没有什么 你跟阿姨的聊天 怎么样 你们的交流 我跟她感觉很好 因为偶偶 我都会打电话 回去跟她聊天 事情都会跟她说 听一下她的意见 或者干嘛 反正至少 现在我心里想到 就是我们这个家庭 还算是怎么样 比以前好很多 就是可能在爸爸 他们心里会觉得 是不是心里 对阿姨会有一些看法 觉得好像阿姨 不是那么地接受你 你自己会这么认为吗 没有没有 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我从来不想去想这些 现在我觉得 就感觉好像 这个已经很好了 我没有必要去 在意以前那些 明白了 就是往前看的意思 对吧 对 好 谢谢你啊 小周 谢谢啊 我先挂电话 可喜的是 杨女在电话里 表现出来的状态 还算积极 没有被过去的阴影笼罩 但是我们也听得出来 她的每一个朝前看 都暗藏着 对过去的无可奈何 不存在放下 只是不愿提起 但不论如何 对于夫妻俩而言 杨女的问题 都暂时告一段落 但这一次 他俩之间的战虎 并没有终止 反而绕向了另一个孩子 儿子有的时候 比如说 年前放假的 还没有放假 我说给你买一件衣服吧 反正这个冬天 有点冷 过春节也好 穿一下 她说好 我们三个人 一起去买衣服 我在家里面都说过的 买一件厚的 羽绒服还是防寒服 都可以 那个儿子 他看了一件两层的衣服 就是我觉得 那是二十八夜穿的衣服 不适合 然后我说 你这个冬天 也不能穿了 那个衣服 我刚才在家里面 都跟你说过的 他就站在那里说 他是年轻人 哪里像你这样 老太婆 这样怕 我就 在外面也不能吵 我都走了 回去了 儿子 儿子很生气 就说你叫我出去买衣服 我看起来的衣服 你又不买 怎么样怎么样 我也不跟他解释 我说你这么大了 你应该清楚 为什么 然后 我当时气得很厉害 我觉得 儿子这样教育 又跟以前差不多了吧 我说 你看站路 都是一个例子 他说 小孩 他总有一天要懂事 我说 那二十岁不懂事 三十 三十不是 四十 他这样一指内推 我根本没有办法 跟他沟通 这样子 我有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旦就很失败 周先生当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那个衣服 他喜欢那个衣服 他妈呀 非要叫他买来是厚的 年轻人他不喜欢那种厚的 儿子的脾气也很坏 你不够买 我不买一堆的人 就是当他表达不能买 儿子表达要买的时候 你选择 顺着儿子的 可以买 他说我站在儿子这边 惯着他呀 所以呢 揍着他 就走了吗 就回家了吗 这边就走了 儿子也生气 他也生气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 按照王女士的意思就是 你看 现在儿子这个问题 又跟当初孩子 女儿这个问题一样 你不赞同我的想法 你不支持我的意见 你跟我分两边站 最后这个两边站的结果 我接受不了 导致我们大人之间 就会不愉快 就会争吵 这个争吵又延续到 孩子的不高兴 又造成亲子关系的 糟糕 对吗 所以我现在理解 你们厂前所说的 女儿的问题过去了 但是好像问题又没有解决 我现在明白了 是 从表面上看起来 女儿的人生好像 这些大的问题都过去了 但是真正的问题 从来没有得到解决 没有得到解决 重重矛盾的背后 我们看到的是夫妻关系的失衡 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 夫妻俩都有各自 先入为主的理解决断 从不会体谅和沟通 对方的想法 这就导致夫妻俩 永远处于矛盾的对立面 而不是站一起 齐心协力去解决问题 眼看夫妻俩 还在各自的世界兜兜转转 观察员中正义愤填膺地开口了 某种程度来讲 我深深地感到 你们二位都是有罪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 还有我们的其他法律 都明确规定 对孩子 不管是养父养母 生父生母 只要你收养了 你的法律关系 就和生父生母是一样的 你负有法定的义务 把它照顾好 让它享受九年 最少九年义务教育 就七岁到16岁 这是法定的义务 13岁就辍学了 到管制店大工去了 这想起来多么可怕 一个女孩子 经历过你们这样的对待 所以说 我很认真的讲 你们某种程度 是有恶的 是犯了罪的 今天你们所有的一切不愉快 都是有报应的 怎么样去洗漱 救漱 自己过去犯的恶 犯的罪 是真正要反思的 一个问题 重点跟周先生说一下 我想来想去 你到底对这个女儿 到底是什么样的 可能外表听过去 好像你都对这个女儿很在乎 很爱这个女儿 但其实我的感觉是 你并没有把她当 真正那么百分之百的亲生女儿 如果说你是把她当成百分之百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会隆忍她13岁就辍学 你更多的是你在上一个家庭遭受不幸悲怅之后 你可能把这个女儿当成一个精神图腾 一个精神符号 当你现在的妻子对她 你看过来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感觉到你的妻子伤害了你所有的过去 那么你很大程度上是 隆忍不了你妻子对你的不尊重的 她所有的话都很容易刺激你 很容易挑逗你敏感的神经 你不尊重我 你不尊重我你干嘛找我呢 当时你要跟我生孩子要结婚 结了婚生孩子的时候 你动不动那话噎我 你在女儿这件事情上 就一次次的拿出来反刺激她 你从来就没对她好过 从来就没对了她 那怎么怎么样 关键是正如我们主持人所说 你明知道情绪控制力差 你还这样去刺激 过了嘴瘾 过了嘴瘾之后 伤害了就那个女儿受伤害了 所以说对这个女儿 你是真正的是 把她做百分之百的亲生女儿 还是你内心的一个精神图腾 这个很重要 沟通的三个关键点 我要送给你们 第一个沟通要有味道 什么叫有味道呢 就是沟通是要轻松愉快 这样的方式下去沟通的 而你们两个沟通是在什么样的 互相指责 互相埋怨 还有什么翻旧账 比如说我们王女士 曾经做过这样的开展家庭会议 来探讨我的养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呢 你们的味道有吗 剑拔卤张 是不是 各自为政 没有轻松的味道 没有轻松的味道 就不可能有轻松的结果 所以 王女士也好 周先生也好 你们回家以后 首先创造沟通的味道 第二个 我要给你们的沟通的关键点 身份 你们在家庭里面 有不同的身份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王女士身上有一个操控 控制 我想按照我的要求 你们去生长 包括养女 我希望她不要在那个环境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呢 每一个环境里面的孩子 是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了解这个客观事实呢 比如说那个租房子的事情 孩子说你那个小房子 妈妈我想租一下 那你是否想过呢 孩子这么大了 他不租你的房子 他必然要租外面的房子 那我们怎么办 对不对 你这样做的话 你有没有把这个人 把这个养女 当成自己家人在看待 十几岁的孩子 居无定所 他必然 他能够 现在能够成长 能够活着 都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沟通的第二个关键点 我觉得是 你们身份要定位 身份一定要定位 第三个 要立他 你想怎样被对待 你就如何对待别人 你想你爱人爱你 你首先你就要对你爱人 表示尊重和认可 这个婚姻是我选的 我要为此负责 周先生是 你也要说 这个女人是我选的 我就要为此负责 不要怪孩子 这是你们两个的事 我们所有的都知道 夫妻关系 是大与亲子关系的 只有你们好 孩子一定快乐 如果你们不好 孩子永远不会快乐 这里面你们为什么 过去会产生 那么多的问题 我觉得首要的是 你们都没有 站在对方的角度 去思考 对方是处于一种 什么样的境地 这个养女 是你和前妻 主动把这个孩子 带到你家来收养 是不是 那也就是说 从感情上 你是主动的 要去爱一个孩子 对吧 但她不是 她的身份 严格地讲 这个叫 继养母 虽然法律上 没有这个继养母 这个概念 法律上是一样的 就是身份是一样的 她有义务 她养育这个孩子 她是有义务的 因为她跟你结了婚 而且你跟你的前妻 收养了这个孩子 但是从感情上来讲 从人性的角度 和感情上来讲 她是被动地 在接受这个孩子 你发现没有 你是主动地 把一个陌生的孩子 拉到你家来收养 她是因为跟你结了婚 而不得不接受 你有一个养女的事实 她不是去主动地 抓一个孩子来养 她没有这种感情基础 这个事情呢 你不能说 你为什么对这个女儿不好 你不能这样去苛求她 从客观上讲 感情就是有距离的 从人性上讲 你们之间 对这个孩子的感情基础 是有差距的 我们得去接受这个事实 才能够去理解王女士 当王女士得到 足够的理解和尊重的时候 她可能对待 这个养女的态度和方式上 会更加的理想 更加的符合你的要求 但你没有 所以王女士 今天到金牌条节来 她第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 她说我需要得到丈夫 更多的尊重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事情 责任的根源 是在于男方你的 如果说 你能够考虑到 你们之间的差异 多一些对她的理解 多一些她的尊重 对她的尊重 她对这个孩子的投入 情感上 物质上的投入 会更加的顺畅 好好思考一下 我觉得二位 都是有爱的人 你们两位都想对孩子好 如果我们只是争论 对方是不是爱孩子 争不完的 不应该争这个问题 你们俩要去争 怎么才是爱孩子 王女士的问题 在于什么呢 让别人不敢以为你坚定 其实你真的有爱心 又主动 又不嫌烦 但是呢 你拿出来的一个决定 就会说 那这个孩子 我就不管了呀 或者孩子一定要 到我这来才行 会引发 这个家庭 对你的误会呀 一个误会 认为你表面工作 当然事实证明你不是 第二 可能会误会 经济上 有什么想法 这个误会 非常讨厌 但很有可能 就会在 再婚家庭里面 频繁发生 所以 总的来讲 会显得 你对这个女儿的 洋女的爱 不坚定 第二个呢 对孩子的爱 当父母的千万要记住 尊重 是大头大 是低位大 你内心 是不是尊重孩子 就看你有没有边界感 我们跟孩子之间 是不是隔着一些 不可以随意去跨越 教育的原则 你希望他买厚一点 实用嘛 毕竟那边也冷嘛 我们也把这些建议提给你 但最终你买什么 以容服务 我们要告诉你 请你行使好你的权利 这就是我们作为父母 可以做的 那二位实际上 都是带着对孩子的责任心 在把孩子放在一边 两位去争论 争论什么呢 争论孩子应该做决定的事情 所以带来了 其实是不必要的包袱 所以边界感 有时候恰恰是爱最好的表达 可是非常遗憾 那在家庭教育当中 首先被忽略的 不就是这个吗 没有错误的教育理念 只有不懂配合的父母 为了能让夫妻俩 认识到自身的性格问题 也为了避免养女的教育悲剧 在儿子身上再度上演 观察员廖喜玉 先带着王女士进入了密室 今天调节了 我也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不足 我的性格比较强势 有点急 有点急 她还是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做事 爱做事情 钱交给你管吗 是的 钱交给我 当夫妻俩把目光 从两人的分歧上挪开 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和对方 这也意味着 调节有了一个 较为理想的开端 但要解决夫妻俩 性格和沟通上的问题 也绝非易事 她说她那个厂 可能单位不好 校园不好 可能第二任都没有多少事了 儿子要做大学 她说要 自己来开个店面赚钱是吧 对 她说她以后自己来做 因为我以前做干洗店 又经过这么多事情 吵吵了了 没有做了 我就不想再这样 我说我也没有多少钱 她坚决不同意 她很酱的 她那个头啊 就像是铁板一块 丈夫脾气去 难以沟通 自己脾气爆 一点就着 这是夫妻俩沟通起来 最大的难题 但这也恰恰是 观察原料洗浴 最擅长的领域 来 改变这个问题 我来教你一招好不好 老公说去买个店面 这是假如 老公 什么都好 就是我这个钱 没有那么多 来 我拿这个给你看 家里的经济跟她 公开透明 赶紧就要讲 老公如果你见得到 见了有压力 我倒没关系 你是男人 压力太大了 对你身体不好 只要表达得当 拒绝也能显得温情满满 沟通技巧 王女士学得很快 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调解 她也向我们吐露了 自己真实的心声 看得出来 王女士对这段婚姻 还有留恋 而在密室另一边 周先生也向我们透露 其实夫妻俩之间的问题 并不仅仅跟孩子有关 实际上我们俩的夫妻关系 是跟家庭矛盾关系的 那个操作 因为实际上我们家的子媒 不是她说出来 想象到那么糟糕的 我们打击 我的孩子 我打击给我管 如果她没人群的话 她凭什么给你管孩子 这次在吵架的时候 是为什么 就是说我们的妹妹 我们每次回老家 是不是 她就叫 哥哥你回不回去 她坐下车 每次 我就接她 回来送来 送回来 我觉得这个 她说我不应该去接 她就一接 她就不高兴 怎么样 她说每次都去接 接你妹妹不高兴 对 每次你都去接 因为花钱 她说 又远不了多少 随着几公里路 而说到妻子 对自己长辈的态度 周先生更是频频摇头 还有孝顺父母的款 我对他是很不满意的 我那结婚20年了 没喊一声妈 现在问题就是 在过去那么多年里 你有没有看到她的一点好 看到哪一点好 有啊 你有没有去引导她 怎么去适应这个新的家庭生活 她的长处就是 还是顾家嘛 自己还是很勤奋 全该用的她还是要拿出来用 也许我们两个都很固执 你不愿意听我的 我不愿意听你的 我有主见 就是那种操作了矛盾 在观察员刘峰的引导下 周先生想起了平日里 妻子那些被自己忽视的闪光点 也看到了各自性格上的不足 一番反省过后 他也下定了决心 我还是希望共同走下去 共同走下去 家庭活动一些 之后 两位老师也带着双方各自的意见 做了交换 那么再回到现场之后 双方又会擦出怎样全新的火花呢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现在密室已经结束了 我们一起回到场上 还是先了解一下两位当时 目前各自的想法 老婆 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家 你对家的付出 我一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 我这种不断会表达 你相信我 从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加倍地对你好 请你相信我 我也有很多缺点 好 我们都不说过去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为了我们的儿子 或者儿儿 我们应该有个幸福的晚天 你相信吧 好 其实幸福有时候很简单 就是呵护好一个人 然后做好一件事 就像选我们的饮料 喝好眼前的塑上 都为了有信心吗 有 谢谢 好 来送上我们的礼物 也包括我们的 我们的一本书 幸福二十一份的宋教会 谢谢各位老师 好嘞 好好好 维修严路平安 调解最后 我们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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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这场调节 能成为王女士周先生 幸福生活的起点 也祝愿所有的孩子 都能拥有幸福的人生底色 都能拥有幸福的一本书 就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